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公司帮我挑选这首歌 我觉得也很适合我 想带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 最近我知道 婉婧的关系 你的写证要不要同一个时间出还是延迟吧 还是一样怎样出 可是本来有跟粉丝一个见面会就不能做了 我就叫他们不要失望 因为现在特兴基建报那么多出来 大家安全是第一 艾瑞每年生日都会大肆庆祝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可能要平淡度过了 有什么愿望? 我愿望是希望世界没有天灾烟火 这个是很难的 最重要的 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看 大家都有工作做 然后也就是世界和平 就是没有太多的在浪子好了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练习啊 你生日当天 我生日哪一天本来是想都跟一些朋友一起祝福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就 没办法了 我觉得无所谓的成员吧 就最重要是跟大家一家人一起 健康最重要 离开唱片公司 成为独立歌手的J.A.R.E. 终于推出第一首真正代表自己的歌曲 这次他不止用心创作新歌 还特别制作了个大尺度的MV 这首歌真的蛮大胆的 比如说在主题方面或者是画面的方面都是比较大胆的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最大胆的一次? 我真的觉得 在观众面前 也是的 因为以前的音乐就是比较认真吧 就是没有什么玩味 对 但是现在的音乐就是希望跟自己的新的团队就是有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演绎 在音乐方面或者是这个视觉的方面 希望可以做一个独立的歌手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吧 同场的VVM早前和海俊杰合作拍摄MV 但五岁的宝贝儿子看完之后 竟然误会了自己多了个新爸爸 非常搞笑 我的儿子就问我 这个是不是那个新的爸爸? 对 然后我跟他想 我们没有新爸爸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公 他的爸爸说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非常的搞笑 跟我说 这个儿子很疼我 因为他没有说要新的爸爸 他还是要我 但是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说这个事情? 你妈妈是在唱歌 就是我的MV 对 我有跟他说 但是前天他还是跟我问同一个问题 他看了我的电话 然后还是跟我说 这个不是新爸爸吗? 然后他还是问 我为什么你们巧笑 我不喜欢你们巧笑 他硬钉了 对 他还是觉得这个是新爸爸 然后我下次我说 如果我见到那个海俊杰跟我的儿子 我儿子会不会教他做爸爸呢? 哈哈哈